海贼王,凯多打妈到下后的格局变化,黑胡子赏金超过50亿,最强75海鹰面33亿。 黑胡子55千二百万。 四皇格局变化后,黑胡子会做一件增长赏金的事,不然除了陆飞外其他超新星的赏金都可能超过他。 作为陆飞的下一个对手,凯多赏金46亿,黑胡子只多不少,甚至是超过白胡子。 罗杰是海贼王赏金的巅峰,黑胡子勉强超过无欲无求的白胡子,也不会超过罗杰。 陆飞35亿,积得22亿9千万,罗20亿,索隆18亿。 陆飞正在皇级的晋升路上,打双皇是联手取胜。 陆飞作为大头赏金分贝是正常的,两个四皇到下后的格局发生变化。 作为新皇的陆飞足以获得挑战黑胡子的资格。 基德和罗也是超新星中数一数二的,赏金绝对可以超过三灾级别,甚至马尔科。 索隆赏金也因为陆飞的关系,并不会高于其他船长。 至于基拉就不说他了。 鸣眼33亿,雷厉38千万,玉田27亿4千6百万。 海军动用SSG抓捕七五海,鹰眼能够轻松突围,在这之后海军会重新定下鹰眼的赏金,虽然只是个人,但以压倒性的实力足以超过马尔科。 雷厉是罗结团的副船长,二把手的赏金相来会被船长压下很多。 玉田原来在白团就有赏金,上了罗结团后也不会超过雷厉。 雷厉、鸣眼、玉田三味见识的综合实力实在不好分辨,不过鸣眼作为索隆的最高目标,不会比雷厉和玉田差,又处于物价较高的新时代,所以上薪高一些吧。 女帝十六亿四千万 七五海大多人的赏金都停留在初期,还没大涨时就被邀请,女帝第一次远征八千万后就成了七五海。 不说她的实力与三江星思目击比如何,如果身为船长,如果带领九蛇熬过了SSG的围攻,高于三栽三江星是必须的。 要知道伟大航路三方平衡,不是七五海七个人一方,而是七个人整体的势力。 马尔科17亿5340 白胡子海贼团前面与罗吉海贼团时不时大战一场,二十多年前活跃之后就不再争名逐利。 马尔科实力高出三栽级别很多,然而并未达到雷厉的高度。 黑胡子打败他后也才22亿,所以马尔科赏金不超过20亿最合适。 除非放弃队长名义,令利海贼团。 本贝克卖18亿6400万,近14亿3500万,奎因13亿2千万。 陆飞15亿就能宣扬是武皇,因为一年前马尔科退役了。 本贝克曼实力未知,但不会比马尔科高。 一样的道理,上面有船长压住赏金。 红发实际上还无法与白胡子比肩,本贝克曼是红团上的副船长, 马尔科是一队队长,两人旗鼓色当。 但本贝克曼经常代替红发威慑其他海贼, 所以赏金稍微比马尔科高一些。 近期时与奎因谁都看不惯谁, 他俩的差距没卡二与斯木吉那么大, 近的赏金大概如此吧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